這一題其實跟前面我們做過的題目有點類似 這個是410,繪製等腰三角形 這一題的話,它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輸入一個值N 那N的話就要繪製對應的等腰三角形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點像輸入7的話 它變成是1234567 OK,也就是說到底要跑幾次,由這個來決定 所以這部分的話,當然跟之前的那個邏輯 我們做的那個三角形有點類似 只是說它怎麼剛剛好,它就跑7 所以特別說這個7,只是說它跑的次數 OK 那這邊的話,我們大概demo一下,大概就這樣 其實你可以複習一下,我這邊執行 如果說我今天輸入是7的話 底下的話就幫我輸出12345674 那可是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恢復 像之前我們做過,如果我今天不要等腰三角形 其實你可以先從這邊開始 如果我不要是等腰三角形 我要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而且前面有空白,這個應該有印象 我們之前是做這個,那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可以去掉 類似像這樣子,如果把它執行的話 7,enter 就只有這一邊而已 那另外一邊呢,怎麼樣可以快速的做出來 那這部分的話,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意思是說輸入這個,總共跑1234567 那當然你可以先做出直角 另外一邊再把它產生 這怎麼做?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1到特別注意,如果等腰四 這個前面有沒有做過 所以 基本上我就快 大概提一下 首先大概差異就是第一個 我們之前就說13 有沒有,13就13次 底下的話 就等於是跑13次 底下剛好13顆星 有沒有,這一個直角三角形 那做法當然呢 前面一定是12個空白 11個空白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空白數 會跟這個i的總數 這個13有沒有 剛好13減1顆 有沒有,就是12 那也就是它會越來越少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用A去減 A減到i 決定它的什麼呢 它的空白的數量 那因為呢,這個地方 printer本身會帶一個換行 所以把那個換行給拿掉 所以特別是第一個 前面的這個回圈裡面 我們是先決定它的那個空白數量 OK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 這個三角形前面的話 我們範圍是從1開始 1到多少 總共要跑幾次嘛 所以特別是A加1 比如13嘛 那就1到14 但14的話停下來就13 OK,所以數量是OK的 再來的話呢 底下就是輸出幾顆星 所以如果說第一次輸出一顆星 第二次輸出兩顆星 一直到底下就剛好13顆星 可是呢,如果我今天要換一下 比如說我現在另外一邊 有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等腰三角形 基本上它的原理是這樣 就是可以 第一個一定是一顆星 第二個也是一顆星 那旁邊會多一個 另外一邊也要多一個 或者是另外一個邏輯 是左右 另外一個邏輯 我乾脆可以把這個I乘上多少 乘上2之後 乘上2之後變兩顆嘛 所以這邊一顆 這邊又多一顆 可是問題你會發現 如果當I的值 等於1的時候 乘以2 那變多一顆星 其實你可以把它乘一顆星之後 記得乘完之後 再把多的那顆星減掉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這邊就是 本來是乘以2變2 那減掉剛好一顆星 如果兩顆 假設它兩顆星 乘上2 有沒有變4顆星 那減掉剛好三顆星 依此類推 好像剛剛好就完全符合什麼 等腰三角形 另外一邊的這個敘述 記得哦 這個乘號有沒有 是要決定幾顆星 所以後面這個公式哦 記得要多做一件事 一定要刮乎起來 因為如果你沒有刮乎起來 它會出現錯誤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把它刮牆 意思就是說呢 把後面的公式先計算完之後 再跟前面的這個 有沒有 乘上幾顆星 做這個輸出 這樣執行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看一下13 Enter 這樣都OK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我的公式是 i乘上2 兩個多一顆星減掉 OK哦 但是呢其實除了這個公式之外 我後來又試了別的方法 我後來又試了別的方法 其實之前好像跟各位講過 另外一個方法 其實另外一個思考方向是 記得中間這邊 這顆星是固定的 所以固定這把 加1就可以了 但是左右各一顆星 但是呢當它第一次的時候呢 左右不要加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甚至我可以換個 這個邏輯 我剛剛試了一下 換了一個邏輯 結果會不會一樣 結果也是一樣 所以我把 另外一個邏輯 就是說我第一次 假如說我希望換另外一個邏輯 比如說 i這個值 第一次先幫我歸零 所以後面我這邊先把它 先剪掉 先歸零 i先把它歸零 那意思是說第一次 就是左右不要加 然後記得呢 中間一定會有一顆星 所以加1 那 把 記得這個一樣要刮五 不過這個刮五 相對會比較多一些些 那可是呢 之後的話記得要乘上2 左右都會有一顆 那如果再來就變 當那個i等於1的時候 它左右沒有 當i等於2的時候 左右變 減掉一變一顆星 左右割一顆星 然後當 等於3的時候 剛好左右兩顆星 那這個規則 似乎也滿足我們要的 所以你會發現 上面的方法 是一種思考方向 下面又是另外的方法 所以要執行一下 看一下我OK 不過可能要檢查一下 記得 因為這個最容易出錯是 你要先把後面計算完之後 再跟前面的層 你不能說沒有刮五 所以這個刮五很重要 如果少刮五的話 那最後計算 它會出現錯誤 它跟你講說 它無法做那個串接 那比如說13 Enter看一下 結果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OK 所以我在雲端上面 放不同版本 那是我不同的思考方向 寫出來的 那會不會有第三種思考方向 當然有 其他的話 請各位 記得你自己想一個方法 你自己不會犯錯的方法 就是好方法 不然的話 像我剛剛想一下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哪一個好 好像上面的比較好 有沒有 所以後來我就留這個 那我不要留下面這個 因為下面這個我發現 真的很容易做錯 OK 好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OK